吃著超商及其優惠便當 52歲的詹先生擔任傳產業務 目前月薪約4萬多元 與太太雙新家庭月收入近10萬元 但因為這幾年通膨太厲害 自己還有就讀高中大學的孩子要栽培 所以即使年過半百也不敢想退休的事 因為現在通膨壓力比較大 物價又長得比較凶 所以現階段來講 本來以前就是跟我妻子兩個人薪水 可以cover的部分 現在都變得好像都被吃走了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要規劃退休這一塊 對我來講是比較不敢想的 以現階段的物價來講 應該只能討論 然後沒辦法去做比較詳細的規劃 那現在來講的話 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因為我三個女兒就是一個最大的大學 然後兩個高中嘛 那現在就是等他們畢業以後 那可能才有機會去規劃我跟我老婆退休這一塊 除了我剛剛提的長輩身體的狀況要健康以外 不要生病 那再來就是說 一般我們對勞保的疑慮也比較憂心嘛 因為怕可能不久會破產 因為一直有這樣的謠言 那本身來講 我們現階段因為通膨的壓力 那也沒有辦法提拨 譬如說多6%的老退基金去存 所以說這個部分 現階段來講真的沒有辦法去思考這一部分 用手機查看股票投資狀況 現年28歲的Eric 是外商資訊業工程師 月薪8萬元年收入破百萬 但原本是月光族 每月賺的錢都花在物質享受 直到因為沒買房子和女友分手後 才開始進行財務規劃 那時候我跟我前任分手 然後主要是因為她媽媽說 她需要買房 那我就覺得其實錢很重要 那第一個就是意識到錢很重要之後 那第二個就是會慢慢的知道 就是其實像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都會有一些生病 還是會有一些就是 可能比較老 就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做一些工作這樣 那我會覺得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我們要去培養一些像是被動收入 那我存錢管道目前的話分為兩個 那一個的話就是從股票 那股票我可能會分幾種 第一種就是可能它會有市值型 像是我們一些像是 就是608 0050這些 因為其實我們的錢都會貶值會通膨 對那這一個部分的話其實它隨著時間過去 其實它的股價也會慢慢上去 那我們的錢也不會被通膨吃掉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我會分散風險 那我會去做一些像是高股息 像是0056等等的 00878之類的一個部分 那可以去領股息這樣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我會從公司內部 然後去買公司的股票這樣 對對對 那就是其實我覺得開源的方法是要持續的尋找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上班族認為不含房產要存到1247萬才能安心退休 且有將近8成9的上班族擔心退休金不夠 因此7成8的上班族表示 在退休後還會持續開闢收入 而不同年齡的上班族擔心的狀況也大不相同 現在的上班族呢平均期望的退休年紀來到了58歲 那他們希望退休之後呢每個自己擁有的流動現金不含房產 大概要1247萬元才會夠 那以我們現在上班族平均的月薪大概4萬2來算 大概要24.5年不吃不喝才能存到這個金額 那目前上班族他們自憑他們退休的壓力大概是69分左右 那我們調查也發現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越年輕的上班族呢 他們其實對於退休的規劃是越早的 像是現在上班族他們平均退休規劃是41歲開始 但是我們調查發現35歲以下的上班族 他們有6成5以上的人會希望在35歲以下就開始進行退休規劃 其實不同年齡層對於退休會發生的事情 擔心的項目也不太一樣 像是3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 他們比較擔心低薪的狀況會讓他們存不到退休金 那再來呢30到45歲我們所謂的重年人口 他們比較擔心的是物價通膨可能會吃掉他們的薪水 導致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存到足夠的退休金 那至於45歲以上的我們所謂的高齡或是中高齡上班族 他們其實已經即將要借臨退休了 所以他們更加擔心的是退休金不夠用這個問題 雖然上班族他們期待的退休年紀是58歲 但是呢大概有78.3%的上班族 他們表示退休之後呢還是希望可以重返職場 讓自己的生活可以過得比較順遂 那其實他們也希望在退休之後呢 可以比如說用投資的方式來幫自己增加額外的收入 再來呢可能會希望用兼差啊打工或者是接案 甚至有超過20%的上班族 還希望退休之後可以再找正職工作 希望可以讓自己有更多的流動資金 好其實現在確實喔可能單憑一份薪水 就想要存到1247萬的退休金 對於很多上班族來說或許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我們也會建議如果有閒錢的話呢 可以幫自己增加額外的被動收入 像是投資理財就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仲薇 建議上班族在進行退休規劃時 能夠穩定從收入劃分出退休金準備 其次可以考慮延後退休年齡 或是選擇退而不休 分散退休準備的壓力 確保退休後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記者林奇惠台北報導